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趁着520的日子 今天继续给大家做一期情侣对战的视频 这一期的主角是李姓孔孙尼和雕场吕布 你们觉得这两对情侣对打哪家强呢 下面实战也是给大家欣赏 因为一开局没商量好 李姓和孔孙尼都带惩戒了 不过还好3v3的地图野怪刷新的很快 带惩戒还是有一些运处的 4级前李姓孔孙尼其实并不是 吕布和雕场的对手 所以先花育到4级后 这样打雕场和吕布就会轻松一些 到了4级 孔孙尼和雕场就对打起来了 最后孔孙尼首先拿下手杀 未移还是孔孙尼更胜一筹 其实孔孙尼刚刚赢了也不是很轻松 拿下手杀还说吓死了 然后雕场也是无奈的回来聚 这次对打只能说吕布拖了后腿 塔下都敢换大招 最后被孔孙尼追着击败了 而孔孙尼则是越战越勇了 吕布几次被孔孙尼虐 吊蚕也是不好受 开打刀都不影响孔孙尼的 接着下面欣赏一下 李姓和孔孙尼几次虐 吊蚕吊蚕的精彩对战 这次最爽快 在泉水面前直接虐杀吕布 这局吕布没花挥好 烂飙场很心塞 没办法 就算吕布花挥正常 估计也不是李姓和孔孙尼的对手 腹紧隐礼 第二次估计也就是 房产研淇调 水面我 méisson的 在这边 古委 ran 转发